波塞东为希腊人驻战 阿卡留斯拒绝援助希腊人 抵抗特洛伊人 奥德休斯等人回去 将这一消息报告给阿加门农后 所有希腊人都陷入沉默与哀伤中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特洛伊人又接连获胜 希腊军士气大跌 在这关键时刻 海神波塞东开始帮助希腊人作战 赫拉在奥林匹斯圣山上 看到他的兄弟波塞东 为自己的朋友希腊人助阵 也忍不住要参战 可是当他看到坐在爱达山上 一直关注战事发展的宙斯时 内心深处便充满了愤怒 他想用个方法骗他 转移他对战争的注意力 他冥思苦想 终于心生一己 便立刻到他儿子赫菲斯托斯 为他特意建造的密室去 密室的大门 装了其他神无法打开的多重门栓 赫拉关好门在室内沐浴 用香水涂抹焦美的洞体 梳理闪闪发亮的金发 穿上雅典娜给他制作的精致而光彩夺目的锦袍 在胸前别上金光闪闪的别针 在腰上围了一条闪闪发亮的腰带 戴上一对珍贵的宝石耳坠 照上极其轻柔的面纱 洁白的双脚上穿上一双别致的拖鞋 美艳绝伦的赫拉离开了密室 来找爱情女神 她温柔地说 你别恨我 亲爱的女儿 因为你保护特洛伊人 而我却保护希腊人 请你千万别拒绝我的请求 请把你那条 可以迷惑人类和神知的 奇异的爱情宝带 借我一用吧 因为我要前往大地的尽头 去看看我的养父母 俄克阿诺斯和推提斯 他们一直不和睦 我想劝他们相互谅解 因此你的宝带 对我大有用处 阿弗洛迪推没有看出 这是一场骗局 便毫不猜疑地答应了她 母亲 你是万神之王的妻子 拒绝你的请求 是不应该的 说着 她从腰间解下了 具有迷人魔力的宝带 拿去吧 你一定会如愿以偿的 到时 再把她还给我就可以了 现在 神后赫拉 经过遥远的特拉克 来到勒诺斯岛 这是死神的兄弟 睡神所居住的地方 他请求睡神 使宙斯睡眠 但睡神却心有余悸 因为过去有一次 当时正是赫拉克勒斯 征服特洛伊归来 而他的敌人 赫拉要阻挠他 使他转到克斯岛去 赫拉便命令他 诱使宙斯入睡 当宙斯从睡梦中醒来 知道自己被欺骗以后 他把助神赶得在宫殿中 到处奔逃 假使睡神 没有逃到夜神的怀抱里 因为夜神对于人和神之 都有约束力 他就一定被毁灭了 现在睡神对赫拉提起这事 但赫拉却安慰他 你想到哪里去了 你以为宙斯会如同 胎儿子赫拉克勒斯一样 爱特洛伊人吗 相信我 没错 如果你按照我的话去做 我将把美惠三女神中 最年轻最漂亮的一个 嫁给你为妻 睡神要求 他在斯提克斯河边发了誓 然后才答应听从他的吩咐 赫拉告别了睡神后 款款来到爱达山顶 宙斯看到他 内心一下狂热起来 即刻忘掉了特洛伊人的故事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你的马匹和金车呢 宙斯问妻子 赫拉听了微微一笑 焦急地回答说 亲爱的 我想到大地的尽头 去劝说我的养父母 俄克阿诺斯和推提斯 让他们言归于好 你难道总跟我闹别扭吗 宙斯回答说 这件事以后也可以做 你还是留在这里 让我们一起观看 两大民族的战争吧 赫拉听到这话 感到很失望 因为他那美丽的容貌 和阿弗洛迪堆的宝带 也不能转移他对战事的注意力 不过他还是抑制住自己的恼怒 温柔地搂住丈夫 抚摸着他的脸颊 说 亲爱的 我愿意按照你的意思行事 赫拉一边说 一边给隐身在宙斯身后的睡神 斯拉夫使了个颜色 斯拉夫会议地点点头 覆下身子 悄悄地压下宙斯的眼皮 宙斯抵挡不住袭来的睡意 不有自主地把头低下去 埋在妻子的怀里 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赫拉立即派遣睡神作为使者 到波赛东那里 他对波赛东说 现在正是实现你的计划的时候 并使亚哥斯人得到光荣 因为我已用计 使宙斯躺在爱达山的绝顶上 酣睡了 波赛东即刻变形为亚哥斯英雄 奔赴前线并高声呼喊 我们愿意给赫克托尔这便宜的胜利吗 我们愿意他征服我们的战舰 并得到不朽的荣誉吗 我知道 他是依仗着阿卡留斯 因恼怒而拒绝和我们并肩作战 才这样猖狂的 但如果仅仅因为 破留斯的儿子不和我们一起作战 我们便这样轻易地被征服了的话 那是多么可耻啊 拿起你们的大盾 戴上你们闪烁的战盔 并高举你们的枪吧 让我领头 我们都一致前进 我们看看 赫克托尔 是不是可以抵挡我们的进攻 希腊人听了他的话 群情激昂 士气大增 他们都汇集在这位勇士的旁边 连那些受了伤的王子们也振奋起来 重新安排作战事宜 投入战斗 士兵们鼓起勇气 在波赛东的率领下奋勇前进 他身先士卒 为大家开路 一往无前 如入无人之境 但赫克托尔 但赫克托尔毫无惧色 他率领特洛伊人 毅然勇往直前 双方又进行了一轮新的较量 赫克托尔首先朝大埃阿斯一枪刺去 但大埃阿斯的盾牌和横跨在他胸前的盔甲 保护了他的身体 赫克托尔没了武器 无奈只好往后撤 埃阿斯朝他身后投去一块巨石 赫克托尔没有提防 背部不幸被击中 他跌倒在地上 盾牌和头盔四下飞散 身上的铠甲也叮荡作响 希腊人见状 起身欢呼起来 紧接着长矛如鱼垫般的治过来 他们想把倒在地上的赫克托尔抢走 特洛伊的英雄们 埃尼阿斯 波利达玛斯 高贵的阿格诺尔 吕卡亚人 萨尔佩东 和他的同伴格劳库斯 都纷纷赶过来救援 他们用盾牌挡住他的身体 并把他从地上扶起来 把他抬上战车 平安地送回特洛伊城 希腊人看到赫克托尔逃走 于是趁胜追击 埃阿斯更加勇猛 左冲右突四处投枪刺杀 杀死了许多特洛伊人 不过 希腊人中 也有几位英雄战死沙场 这是他们的伙伴们哀痛不已 小埃阿斯为了给伙伴们报仇 表现神勇 冲入特洛伊人的队伍中 如砍瓜切菜一般杀敌 特洛伊人伤亡惨重 节节败退 给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郑制作人 第一队宏